那我們去研習的呢 主要是凱洛 凱洛家媒體公司 凱洛有沒有同學去實習過 哪一位 那個張立軍去哪一家 川立 警域 媒體庫 群域的 群域是大公司 他那名字都講錯了 群域是大公司 然後下面有好幾個 群域是一個關係企業 他們叫做安吉斯 另外那邊叫安吉斯 群域下面有團力 有媒體部 有這些公司 OK 那麼我們去這家是凱洛 是另外一個集團 就是安吉斯集團的 那麼我們去的時候呢 我們的題目是定IMC 就是整個行銷傳播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幾年來 那個媒體 對於IMC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我今天講的呢 先從IMC 等一下那個下課時間 我們就不下課 因為 老師耽誤了一點時間 因為早上呢 就是被抽到去做那個 卓越計畫的測試 卓越計畫的那個 奔向的測試 所以晚了一點時間 晚了幾分鐘來 那我們中間的就不休息 一直把它到 如果講到什麼地方 就講到什麼地方結束 我們這樣結束 好 OK 好 我們那個IMC呢 IMC這個概念就是我們這一次去 這次去 然後呢 今天這一台會 結束不了 所以檢報前 檢報前所有的那個設備 都要先檢查好了 等一下要斷掉的時候 把影片放 把他斷掉 好 OK 那所以呢 這次呢 因為是媒體公司 所以我嘗試從媒體的角度 就是媒體的改變 媒體環境的新演變 看整個行銷傳播的IMC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先把那個整個行銷傳播呢 大致上呢 大家現在所上的 大概review 很簡短 很簡短的 用幾張PowerPoint來跟大家溝通一下 就是整個行銷傳播的 整個策略的流程呢 它是全換位的整合 整合方式來思考 你對整 你對行銷傳播需求 而且單一的手法 各位記住 為什麼要叫整合 就是呢 你所有的媒體 包括你用公共關係也好 你用那個 你用公關也好 你用event也好 用那個活動 或者你用做廣告 請大家記得 整個就是它一定是one voice 一種聲音 那麼one lock approach 就是也是一種的接觸而已 所以它呈現是一種品牌 一個 一家的企業或一項的服務 那個五件 就是說不要有太多的雜音 也不要有太多的顏色 不要有太多的形象 為什麼叫整合 就是說把很多的活動 但是我的活動都只為了一個 我們最近有一個case叫做 以前在彎道前人 現在彎道琴 彌 彌 彎道琴彌 所以最近騎摩托車大家都在講 學長 學長載你 學妹你要去哪裡 我載你 這些話我想它是從大學裡面去pick up 去拿到的這樣子一個話題 譬如說我這邊舉個例子 一種聲音 像這個暑假我們去那個 那個加拿大溫哥華就是去這個地方 叫Best Western這家飯店 這家飯店它就推出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slogan 就是The World's Largest Hotel Chain 全世界最大的飯店連鎖 那個chain就是鏈子 連鎖 所以它就用一個pillow 用一個枕頭 上面墊一個地球 然後一個mark 所以它這個mark 這整個mark 它在所有的活動 所有它Best Western的網路也好 它的廣告也好 它都是用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 讓大家深耕地固的 去把它記住這句話 The World's The Largest Hotel Chain 好 好